1月27日是泰国佛日 全国各地的佛教徒纷纷前往寺庙参加礼佛仪式 当天泰国副总理塔纳萨在曼谷苏泰寺主持诵经礼佛活动 泰国旅游于体育部长谷干女士 泰国文化部部长威拉 国家机构和私立机构以及泰国民众等上百人参与 泰国佛教日是佛教节日的简称 佛教称四摘日 每月有四个佛日 各在泰国英立上半月的第八日和第十五日 即初八 月旺 二三 月末 在佛日的这一天佛教徒都会去寺庙参拜 在寺庙给僧家庙奉上食物 名思 聆听僧人唱经或僧人讲法 参加住持做教义的演讲 发心受持五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影 不妄语 不饮酒 当天早上八点 泰国副总理塔纳萨亲身主持宋经礼佛活动 并向僧人进献供奉品 以及让民众膜拜佛像祈求吉祥 仪式结束后 副总理表示举行这次活动 是为了让泰国人依循佛教教义 并重视传统理论为目标 要依照着建立佛教世界观的方向进步 让泰国民众将佛教教义传给子孙后代 同心做善事 东盟卫视MGTV记者李莉莉 伊萨拉 泰国曼谷报道 欢迎订阅